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要自我爆料 到底要爆什么料 而有人说这两个人都是有意角逐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 所以有余亮情节吗 稍后听听看他怎么说 跟他对话了 还有几位关键性来宾 当然在今天的新闻发展当中 包括台北地址署掌握了关键录音 马英九前总统主导党产交易的过程当中 现在有数十个片段 时间将近一个小时 其中截取出至少有八个跟马英九有关的关键片段 那时间短的有二十几秒 长的有将近三分钟 收音的地点 韩瓜在国民党主席办公室 包括了市长办公室 包括了台北市政府的会议室 中投公司等等 其实除了赵烧康在上月29号出庭的 所有被告跟证人 包括了买方 卖方 双方代表 似乎都入到跟马前总统密会谈生意的过程 这些真的可以证明马之勤变主导整个交易案吗 好 搜索的地点 似乎被认为是汪海清 他的办公室是主要的关键性 这我们持续好好来追踪 当然今天要为你独家追踪的是列雷剑 六艘的列雷剑 解决在今天进入倒数时刻 到底可不可以解决爱国投资人接手他到底是谁呢 银行团说关键性在国防部的态度 今天我们告诉您 陈庆南在昨天漏夜会商这个神秘金主曝光了 白亦南来救火 陈庆南原来是总统府资政胡宽敏 这个消息怎么看 包括在昨天第一时间 现在突破第一岛链共军轰六对我们F16呛瞎 这些怎么进行解读 来 为您邀请到这几位来宾 国会观察基金问董事长姚立敏老师 大家晚安 欢迎师大正言所教授范世平老师 小军 大家晚安 好 资深媒体人温申 四川 各位好 国民党文传河的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画面当中您看到在一大早到派出所来报道 这庆付造成公司的董事长陈庆南 因为宣称有台湾籍的爱国投资者能打算要承接 列列建 银行团也说呢 关键在于国防部哦 是否因为庆付完成改正条款而暂时不解决 今天是个关键性时刻 现在呢 庆付高层带着这名投资者跟连带着主办第一银行 在洽谈整个投注的相关事宜 例如说这个有一个说法是住的资金 溢住的资金达百亿元以上 那银行团认为没有人员昨天来访 到目前为止呢 庆付的律师他确实说有投资人愿意投注这个消息 但是呢 国防部很显然是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庆付必须在今天要绞交 已经被国防部没收了两笔预付保证本息 大约是25.4亿元 包括了基建连带银行团的款项 才能够跟银行团共同延烧后续事宜 如果现在资金到位还能够降低损失银行团 当然乐见这样一个发展 来我请教是这个温森大哥 怎么会庆付寻找这个白亿男的救火 原来他是姑宽敏 这个消息怎么看 姑宽敏跟庆付造成公司怎么会搭得上关系呢 但是现在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白亿男就是他对不对 根据昨天用LINE这个联络 他是确认 但是他 就近男确认 对对 但是他不愿意用电话 那为什么会说是姑宽敏 姑老 姑老本身 他跟庆户过去有生意合作 因为姑宽敏他现在做的 也是远洋渔船 所以远洋渔船呢 到底他的获利或者是他的这些船只 包括这个补籍 各方面就是说我们常讲隔行如隔山 你是在这个行业你就很清楚他的利基 以庆户来讲 找其他远洋遗船好的时候 听说一年净赚15到18亿 那姑老这边呢 就我们所知啊 他最近的一些比较大的收入也是靠远洋遗船 所以双方如果说就这个事情来合作的话 严格讲是一拍即合啦 就是说不需要再多做解释 当然这之前很多人就是说 可能银行团可能要去接管 成立一个什么新庆户公司 找了这个别家的 或者其他同业造船厂 那现在底牌先出来好像是姑老 那姑老的话 我们也知道啦 各位他其实他对绿营 尤其像最近的一次让大家眼睛一亮的 就是说阿扁当时从台中监益放出来的时候 需要一笔保证金 那那一天扁是慢一点出来 为什么呢 原来是姑宽敏 他说他拿 叫人拿现金到台中监益去 交给他们 虽然说柯建民 他准备好了支票 好像两张两百万的 那姑老是派人拿了现金下去 把他保出来 就跟他这个救火大队一样 而且各位要了解 在10月30号的时候 小英到南太平洋去访问 在马绍 姑政府就在现场 资政 因为他的远洋遗传 好像也是有马绍的这个国籍 就是说远洋遗传是照分配的 那现在陈庆南在马绍尔也有两三艘 因为好像他的这个租任的直升机 22万的这个租金付不出 就被关倒的这个直升机公司 把他查扣 查扣以后那个船就动弹不得 所以那一次小英去了以后 还把那个船长买了机票 让他从马绍尔回到台湾 听说在那边已经搁置了大概五个月了 那在庆五户的齐金造船厂里面 大概也有三艘 一艘是补给船 两艘是远洋遗传 没有钱买油 停摆 所以我记得 我四天前跟他做最后一次的这个 接触谈话的时候 当时也是跟他建议说 隐洋遗传好像是你这个集团里面的落网之鱼 就是说包括这个这栋大楼 你看连艺营都已经把它设定了 这个是他的那个庆湖大楼 被查封了不是吗 他绿建筑 当然他还可以使用 只是说那赵船长那边好像也有 那只有允洋遗传大概是别的国籍 所以还可以动 结果没想到 居然在这两三天 就有这么一个逆转 好像百亿难 其实台湾的百亿难不多 应该说百法难 因为孤老他现在90 而且他热心公益 所以他觉得说看不下去 他觉得台湾确确实实是需要 列列舰来保家卫国 所以庆户如果说能够把它引进 我们估不论说他曾经涉及帽带也罢 或者是说过程有一些瑕疵 台湾是需要列列舰 一方面主要是我们能够说 让我们的港口进出方便 第二个自治 小英一直讲说这个国舰国照 国舰国照之后还有国际国照 国舰国照第一张骨牌如果说失败 情何以堪 而且你自治以后 不是只有自治可以做五艘 一艘在意大利做完以后 台湾做五艘之后 以亲户他说我还可以做十艘五十艘 因为整个技术转移过来 而这不是海军所希望的 海军他很不希望技术转移 因为从过去的拉法业见我们就看得到 拉法业一开始的时候技术转移 法国制造两艘 台湾制造四艘在中船 结果隐暗一发生 全部推翻 全部被法国制造了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次算是一个教训 对庆父来讲 如果说今天能够过关 我们很期待略略见能够量产 能够把价格降低 一方面让我们的港口能够进出 没有安危问题 你刚刚特别提到 它的资金缺口 包括在关岛的直升机 22美金都付不出来 为什么一个远洋渔船需要直升机 因为透过直升机要去探勘 去掌握捕鱼的一些状况 直升机的功能 也因为连带影响到关岛 它的远洋渔船的部分 这两笔的资金 当然从看着金额不是很大的状况指降 在马绍尔群岛里头的两艘渔船 连加油的钱 包括里面的薪资都付不出来的 资金缺口从这两项当中 就看到现在 205亿的连带银行当中 拨出去也100多亿的 你刚刚特别形塑的是 如果长期他跟顾宽敏 有远洋渔船的合作 顾宽敏自己本身 也有五艘渔船在进行运作 那对于陈庆兰来讲 他现在手上你说 至少有11艘的远洋渔船 刚刚你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远洋渔船 对于承接姐来讲 也是一个重大的资产 也可以列入考虑 你是想传达出这个意思吗 温森大哥 至少国内的银行团 好像并没有对他远洋渔船 采取什么查扣 或者是假执行 可能是因为他是别的国籍 包括在齐金的这三艘 我听说好像也是 土阿鲁还是其他的国籍 然后美国那边的 好像有五六艘 马绍的那是两三艘 所以大概刚好是设外 所以台湾的银行团 就无可奈何 那我想陈庆兰他也没有 我的接触感觉 他并没有恶意说 就是帽带 然后想要一走了之 他说如果要一走了之 当时帽带的钱汇出去 他就走了 在海外就当浴工了 何况那十几艘都是国外的船集 真正如果说检方的调查报告 贞结报告出来 各位可以看得到 全部帽带出去的款 全部回流 只有两百万美金 是汇到了云销 这个学院的 好像一个 检凉舰的弟弟的账户 所以目前 当然他是被封口 他只是说 他经得起检验 所以钱都有回流 只是说 钱回流到李伟峰 志宜多 回到哪些地下钱庄去还钱 还不太窃去 那个是一个大水库 他就要好好交代 只要没有落入你的私人口袋 那我想大家都大概可以见谅 是 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情势的发展呢 因为到现在 军方对于庆父解约的最后通牒 在今天盗窃的同时 好像还没有办法做决定 但是台湾其的百亿男 愿意承接这个案子 似乎苦光 因为8号得到汇款 日期结束了 9号才会启动解约的程序 在明天 所以今天看看这24亿能不能汇进到第一银行户头里去 那个保证金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高 虽然顾宽敏的出现 他也许有这个实力 可是我怀疑 第一点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投资 新的投资 我相信不管他是百亿 甚至于郭台铭的千亿 他针对任何这种投资 他最重要都要知道 他洞有多大 要补 他如果这24亿进去 他后面还有洞的话呢 他如何能够知道 他究竟有多大的洞要补 庆父现在对外 有资金缺口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连利息都交不出来了 可是那个缺口到底有多大 他可能是一个无底洞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债务在外面 所以当他说 他三分之二的股权让给政府 这个对这是一句空话 因为那个股权代表 让给政府还是让给这个承接者 这个都没有用 不管让给谁都是一样的 最主要公司资产 如果小于负债 那个股权你全部让出去 都是没有意义 你等于是把债务丢给别人 对 他没有任何提出信用维护的保证来 这是最大的保证 就算顾宽敏给他签票子 给他签本票 当然到外面借款 他都可能借不到这笔钱 那更何况 顾宽敏是不是有这么多的现金 能够直接汇金户头 因为政府的政策已定 这个是小英定下来的 我想这一点 我想这一点 如果小英作为三军统帅 没有下这个命令 其实国防部 中央民国过去民间 跟国防部做生意 基本上国防部不会这么严格的遵守 每一个契约的旅行的期限 跟保证金旅行的期限 那都不会的 更何况退一万步而言 顾宽敏这时候出现 让过去大家争执的 究竟庆富是靠 这个庆富的弊案 究竟是蓝营的弊案 还是绿营的弊案 这个更蒙上一层绿油油的色彩 这个对庆富来讲 对政府来讲更不可 更不乐见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并不是乐观 我认为解约恐怕是在所难免的 OK 好 明天的时间非常关键 但是在这个氛围当中 我们昨天第一时间 也为你播放这个画面 就是共军呢 最近频频在接近 我国的防空识别区同时 在今天又遇到六艘的烈雷舰 从2014年的10月23号 当已经是开标 确定已经是由庆富造成公司 所拿下之后 简洁的在201411月3号 进行签约 可是到现在 三年的光景的时间 怎么会出现这么重大的变数 孤宽敏 孤宽敏的即刻救援 真的国防部可以去接受吗 而他面对百亿的资金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拍板定案吗 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是 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说在共军解放军呢 在轰溜等机型的飞机 从俄伦比的南方防空识别区 在接近我国空军嘉义基地的 F16战机 立即升空 进行驱离动作 没想到呢 共机竟然威胁我国立即离开 否则后果自负 相当的嚣张 那我想请教示范老师 怎么样看这个形式 列雷舰 有人说列雷舰 真的 要列雷 恐怕是一个比较被动式的 比较不是一个主动式 比较是手式 而又看到 共军轰溜对我们F16的一个呛响 今天我收到一个飞官告诉我说 他觉得非常感慨 早期米格在跟这个米格机跟F51 在互相对峙的过程当中 他认为我们的国军是多么的一个 应该是说态度是多么坚硬 而不是现在这么被动 可是现在制空权改变了 完全都不一样 列雷劲的事情 加上共军的一个状况 我们能够清起战端吗 当我们一切都还没准备好时 是不是应该更谨慎了 那范老师怎么看 如果真的是郭宽敏先生益柱 但我个人认为 郭宽敏先生有没有这样的财力 我是有点怀疑 但可能有以他为名义 他为带头 有这样的一个益柱 常如汤才 姚老师所讲的 这是一个无底洞 那我觉得郭先生 如果是真的是基于爱国之心 那这个是很不简单的 但是未来的效应 会不会反而延烧到 郭先生自己本人 我觉得他要做一个风险评估 当然如果真的要解约 我觉得是三输 对海军也是输 对于庆父当然输 另外就是我们的国建国造也输 其实是最不乐见 所以我想如果这个事情是确实的话 大概郭先生也看到了 他不乐见造成这样一个多输的局面 三输的局面 至少特别是国建国造这一块 我想是最关键 庆父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 所以因为如果说到时候解约的话 这个洛马跟英特马瑞的这个 跟我们的这个造舰的关系 会不会就断掉了 这是大家所最关注的 还有就是技术的转移 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至于刚刚强调这个共机的问题 这一次的确这个共机的这个 跟我们的这个国军的战机 出现了一个互相的一个 这个近和的关系 我觉得它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出现了这位飞行员 他本身的情绪 他的发言非常的呛辣 直接的就对我们讲说 自负责任 第二个当然这个就凸显中共的一个 在一个战术的作为 他就是在切香肠 就要不断的在你的这个 防空识别区的周边 看你的反应 当然我们这次我们的空军反应非常快 他还没接近我们就起飞了 他在测试你 那他怎么样在切香肠呢 就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看你怎么反应 第三个他这次是轰六 轰六是轰炸机 他经过我们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威慑的效果 因为他未来是可以从轰炸机 作为台湾进行所谓的轰炸的 远端的轰炸 所以他也在做这种威慑 他有三种效果 但是这也有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但我们看到这次是只是 当他进入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边缘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是用无线电来警告 像这次就是无线电警告 那接下来如果还进去的话 我们就变成空中接近 什么叫空中接近 就是我跟你飞得很近 把你赶走 但是这个就有风险了 如果今天共军他迟迟的不愿意离开 那就有可能发生差状 2001年4月1号 当时一架美军的ET-3的预警机 就在海南岛的附近 当时是中共的经济海域 跟中共的一招歼八的战机 就是因为空中接近 没有掌握好距离 加上当时这个共军的飞官叫做王伟 他一心的想要不断的去逼迫美军 一直用各种在他坐一周围 不断的在做一些动作 造成两架飞机发生差状 后来王伟跳伞 就死掉了 那这架ET-3就迫降到了海南岛 但后来就引发了非常轩然的一个 中美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角力 那后来 所以这个是会发生问题的 所以我们知道中共军如果不断的进来 那我们的空军一定要做一些 所谓的空中接近的话 是有可能插枪走火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跟 我们要跟中共表达一个严正的立场 那如果他还是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 所谓的防空识别区的话 最后当然还没有到我们的12海里 因为防空识别区在国际法上 它不是属于我们的领空 各国其实都可以飞啦 只是我们会要求他不要进来 但如果他执意要进来的话 我们最后就只能够飞到他的 主要战术位置 就在他的飞机的后面 随时可以攻击 但是没有真的攻击 因为还不到12海里里面 就是我可以攻击你 来逼迫你离开 但这个也有更可能插枪走火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目前我们的国军 中共现在已经把这个所谓的 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状况 已经有点常态化了 过去他是跟日本跟美国 现在他对台湾了 那未来我们国军要怎么样说 要有一个具体的措施 就是怎么样一方面是空中监控 一方面在驱离之间 我们也够取得一个平衡点 希望他不要一直进来 是 突破第一岛链 怎么看这个形势的世伟哲 我也觉得讲说 这个新闻出现了之后 大家讲说 是不是这个是火腿族接的 但是国防部空军这个部分 好像也没有做出证实 那我也觉得讲说 如果说之前他是讲说 那这一次他讲说 你要离开 要不然后果致富 已经呛呛 但是我要担心的是 我们F-16 我们的一个战斗机 这一个拦截的时候 他回应是什么话 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 刚刚范老师讲得很好 他还没有到达我们的一个 十二海里我们的一个领空 好了 那他今天讲这个话 那我们怎么引领 难道我们就get them down吗 我相信除了讲说 我们做半飞拦截的一个部分 能够有做这个警示 我们维护我们的一个领空 好了 那这个事件是真是假 国防部空军到现在 也没有出来证实 如果假设是真的 那我们当时我们的一个空军 是如何因应的 如果是假的 国防部空军应该出来否认啊 上次这个录音的部分 他曾经出来否认 这一次是没有否认 对啊 这一次到底是火腿族 截下来的 是有新人士做放的话 还是真实 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我会觉得讲说 为了要让我们民众 大家能够处以安心 那我们必须要 国防部空军 你要出来证实 杨老师 氛围有不一样吗 你觉得这一回 这样的一个录音曝光 这个当然是 在十九大以后才开始的 我觉得它是 是中国刻意的 对于台湾政治上的 一个宣誓 其实我觉得 中国对台湾的武力的威吓 其实相对的是 是不足以影响台湾的 可是它在这种 不断的用这种方式造成台湾 因为台湾究竟不大 这种新闻会不断的传播 会造成台湾政治上 明星上的一个困扰 这是它一个新的策略 也就是在国际上 给我们制造困扰 在每一个领域上 在经济上 给我们造成困扰 甚至于在经济 在学术活动上 给我们造成困扰 这个也是一种困扰 它增加军事上的困扰 让你疲于奔命的去解决 这是它的策略 我觉得我们有关方面 应该做一个长期的思考 我们应该有一个 SOP的回应 对这种不断的 所谓切香肠式的 它会越来越多 那这种方面 应该有个回应的方法 非常好 国防的大战略 是不是应该试试做修正呢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持续来看看 林嘉隆火线对话 来独家专访 马上回到新台湾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步了一份有关于台中市的最新的民调 空污问题 不分地方跟中央 这两天大家都急于关切 不过从这份民调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这对于现任市长林嘉隆来说 重中之重 急中之急 为什么呢 因为在观众朋友 在台中市民当中 他们最关心的恐怕 就是已经浮上台面的空气污染的问题 真的在连任的过程当中 有人说这个消息被假消息在扩散的过程当中 已经形成他连任的压力 我们今天听听看他怎么说 当然有更多的议题要请假他 今天晚上特别邀请到台中市长林嘉隆市长 波荣来到我们现场 市长晚安 小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市长特别拨控 其实这个市议会的总职群 他如火如荼在进行 今天跟市长进行对话 包括那么几位关键性来宾人来到我们现场 首先在我们面对这个市长第一位国会观察 基基文董事 亚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 还有新北市议员台中人 不要忘了台中人 何波文 波文 晚安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你是带台中母吗 自己 自己没有 我自己怕死了 台中人 我问你是不是比较少年 这个吴国栋大哥 好 来 大家好 市长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欢迎吴国栋总编辑 接下来优秀的名义代表 包括了陈世凯 小君好 大家晚安 以及陈世凯医师 来自于彰化的优秀的名义代表 为我们了解目前在中台湾呈现什么态势 来 陈世凯医师 我想说 中部阵队来说 空气污染是大家很重要的 好 来 你稍微慢慢来说 我看你急语要告诉我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全面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对不对 对 来 我们听听看 关心的还包括这两位 有意角逐台中市的立法委员 来 听听看他们怎么说 民进党政府从今年开始到2020年 未来三年 我们的燃煤火力发电 燃煤火力发电要增加5% 我们现在燃煤火力发电在全国总发电 百分之四十五 未来要变三年 要变成五十 未来三年 我们台湾的二氧挂炭P2.5 要增加七百万公吨 如果空气污染的问题 可以大街延长 小项放水 不敢对抗中央扭曲的能源政策 甚至私下来展延台中火力发电厂的 基础许可证 甚至透过民调的暗示 市民应该对空气污染而负责 那台中市民我们不禁要问 这样的市长是有肩膀的市长吗 我也出现了更积极的想法 就是我们台中人有责任 改变台中市政华而不时的市政方向 解决台中人真正在乎的问题 让台中乡亲 呼吸新鲜的空气 干净的空气 市长我想请教 怎么去面对 怎么去解决 已经要上台面的空气污染的问题 其实空污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 也不是一个人造成 那现在越多的人来关心这是好事情 尤其包括我以前立法院的同事 在我还是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就对空污防治法提出修法 那这个林世贤医师都了解了 那现在这么多人跳出来 当然他们也许党内提名有一些竞争 那但是大家如果一起来关心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台中市政府在面对这个空污的问题 从我当市长之后 就成立了一个空污减量的小组 我们也推动了深媒管制的自治条例 所以一步一步都按照我们的目标跟步骤 在推进 所以其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大家开始在关心空污问题的时候 他会去检验 哪个政治人物长期在关心 有什么作为 那就这一点来讲 因为我本身相信说 我们呼吸的是一样的空气 一定要站在人民的角度 那过去在去年520民进党执政之前 比如以空污有很多的来源 其中一个是固定污染源 来自于台电的火力发电厂 我过去就一直在要求他们要改革 可是说实在的 好像告别回家 台电是非常封闭的 而且资讯不对称 可是在过去这一年以来 中央政府也重视 所以我地方政府就很好使力 所以几乎我过去十几年来 关心的空污问题 现在一个一个在解决 那以台中来讲 台中的空污是在台湾 大概是平均 空气品质是中等 那有一些人就是会 想要用一个比较恐慌 来恐惧来做动员 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科学的数字 以台中市来讲 我们的空气品质在台湾是中等 然后所谓的癌症的发生率跟死亡率 也是中间偏好一点 那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改善的趋势 那以台中市政府 我们有拟定了86项的空污防治措施 其中19项是创新的 我甚至把这个空污防治小组 跟空污基金的使用都把环团邀请进来 已经讨论了三年 所以我们有很多创新的作为 比如深煤管制条例 还有锅炉 南重油变成蓝天蓝气 二行程机车的退场最高的补助 全台湾电动公车是最多 非常多的政策 现在大家一一的去检验之后 就发现说原来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 但做的还不够 因为其实空污的成因 除了政府要负责 其实整个社会要一起来关心 因为它有固定污染源 来自于工厂 包括台电 那么另外来自于移动污染源 就是汽机车 尤其是柴油车 也有来自于益善污染源 也就是一些河川的阳城 然后公共工程的这些 造成的一个影响 还有包括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这些餐厅的排放的油烟 这些鞭炮 这个金子的燃烧等等 所以我有发动一个就是 所谓的反空污大作战 也就是关键巴维克 怎么讲呢 因为在2013年我当立委的时候 我第一个提案跟质询 就是联合国当年有一个公布 第一次提醒PM2.5 也就是细悬浮为例 是致癌的潜在因子 也就有这个风险 所以我就在立法院开记者会提案 要求对空污法 要加入PM2.5的防治 那现在也按照这个在做 那这样的一个措施 我们主动在关心之后 现在中央政府也关心 现在选举来了 在野党也关心 那反而让我们一起来 共同面对跟解决这个问题 那切勿把空污问题政治化 尤其是选举化 因为就是好像责任都是别人的 好那以前国民党执政没有责任吗 这个台电中火是今天才盖的吗 就说大家会开始去思考这问题 结果反而反作用 去其实打到了那些攻击的人 其实大家一定要用一个人民的心情 来看待这一个可以说是共业 那无论谁执政就有责任来解决 所以民进党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去承担 但是一定要号召大家一起来解决 那不要把这个问题党派化 就是企图去谋取选举的利益 所以我讲说这个反空污是全民运动 而不是政治人物的选举运动 谈到这个空污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说你跟这个赖清德院长不合 这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说 你们应该很想 不同调 不同调 搞不好他就讲 那为什么不同调 那我来报个料 报个料 真的不合 其实我跟赖院长在我宣布 就是对台电中火 这个减煤500万吨之前 我们在前一个礼拜有开过会 他召集了包括政委跟跨部会 的一个会议 邀请我去行政院参加 那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有订定一个深煤管制自治条例 四年要减煤四成 那两年呢 我现在就要审查一次了 以前是五年 我把它改成两年就可以审 操作许可证 现在两年要到了 那么台电的改善度不够 台电从我当市长 刚开始的时候是 1840万吨的深煤燃烧量 到去年底 也就是两年后 降为1773万吨 但是这个降的速度 我认为还不够 如果全面的满载是2100万吨 那两年减两成 就是要减到1680万吨 所以我自己就跟赖院长报告说 那我一定要合可的时候 我一定会在两成以上 那怎么计算呢 因为我们有一些资料 所以我们就决定减煤两成四 也就是减到1600万吨 那这个是比社会的预期更高 因为事实上台电已经减煤到1773万吨了 也就是没有火力全开 所以他们在批评说 因为什么非核家园 所以现在缺电 然后就要蓝煤火力全开 然后PM2.5空污严重 身体健康就会受影响 那这个逻辑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资料 也就是说火力全开 事实上在我这两年来 已经有效的控制了台电中火 比如说29次的降载 尤其在冬天空污严重的时候 因为东北季风 境外的也会进来 所以我们已经要求建立了一个降载的机制 所以常常十个机组只开八个机组 那其中一个维修 一个就是这个停 这个降载 以这一个速度来讲 那如果按照2100的话 减两层是剩1680 那可是现在已经降载到1773啊 那不到100万吨 我认为还不够 所以要再降到两层四 所以这一个减煤的数量造成台电 事实上他们也是有压力的 他们说会增加这一个大概啊 就是说会缺电45亿度 会需要39亿元 那事实上我也做过调查 因为其实在替代的这一个供电 在明年有三个机组会增加 通宵有一个天然气的机组 二月之后就会这个启用 大林发电厂呢 它有两个机组 二月跟七月会启用 所以基于环境正义 也就是中电是很多是北送 甚至有时候是南送 那我们当中电中用是最有效率的 因为你如果输送的话 其实是浪费以外会产生很多污染 那慢慢的台湾就变成啊 比如北电北用 中电中用南电南用 就不用运送来 那个整个成本跟代价是很高 所以我都是经过计算之后 我也跟赖院长报告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再爆料一下 后来蔡奇昌副院长有带领大概十 八个立法委员 去拜会赖院长 其实这个是我跟齐昌啊 我们两个研究过 因为我已经先跟赖院长有说明啊 这个蓝气机组来取代蓝煤机组 是 那台电在我们不断的影响之下 他现在因为投资1500亿啊 去做这一些设备的更新或替换 那其中有两个天然气的机组啊 他们是已经承诺 那是要2025年才会完成 可是我算过啊 其实2022或2023就可以完成 所以在先前我已经跟赖院长有报告过 应该可以要求台电提早完成 那这样就可以让两座蓝气机组 等于四座蓝煤机组 就是老旧的那一到四座 那这样降十分之四啊 这个蓝煤量啊 那这个就是后来蔡奇昌副院长 在率领立委去 对 礼拜三的时候呢 赖院长在当下就表示说 好 一起来努力 OK 提早两年来完成 就2023就用两座蓝气 取代四座蓝煤机 报个料 所以 我先来补充一下 我观众都听不懂 听不懂 赖清德院长跟林佳龙市长 都是同意 都愿意把这个煤量减下来 不要造成空气污染这么大 当时赖院长是希望减到 百分之十五还是十几 那现在林佳龙市长 是要减到两成四 百分之二十四 量很大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 中央的供电是赖清德院长 要负责任的 不是台中市市长要负责任的 他当然要考虑到 外公店不足的话 全台湾人都压攻起来 看他要安全 他的考虑是这样子 所谓的不同调是 两个人要减的 这个程度不同啦 那外面媒体就见风插针了 你看看 两个开始在对抢了 台中七到八成的院长 其实他们是同意都要减量的 同意都要一步一步来的 但是外界可能不了解啦 也就是说 奇怪啦 这减减减减减 会不会差那么多 有差我跟大家说 过去 很久来 我们不听到台中市有空气污染喔 是 过去我们说空气污染都是什么 分岩啦 中华啦 高雄啦 平东啦 因为你去高雄就看到 人家处的 人工在务 你就知道空气污染那么严重 台中比较不高 但是 这过去这一两年开始很奇怪 台中市 什么空气污染会变成这么严重 很奇怪 问题出在哪里 林家豪市长研究出来 台中火力发电算 占百分之多少 13 14.6 14.6 OK 当然其他 像高雄现在已经采取多种措施 我们现在想了解 除了你减败的以外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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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减败的是什么 我大众捷运 给大家市民借用钱的 是 尽量不要用你私人的车子 三点月 好 那刷入各种措施都一步一步一直摆出来 加强宣导 台中市在做不 有 好像宣导好像不够 市民好像不知道我们到底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所以我们一直说空气污染 是 这变成林家豪连任一个重要的阻害 说到有意思不有意思 是 那个市长回答之前 我请教林医师 因为刚刚市长点出的是 有关健康方面的威胁 那一到十月的数字 到了到十一月份 就是变成非常严重 现在污染源分成两大类 如果是有外来的 境外或者是这个本地的污染源 本地污染源当中 如果台中火力发电厂 占的是14% 你所讲的是个移动式的 像柴油汽车这些部分 可以变成是一个大众的污染源 那对人民来讲健康的威胁 不知道林医师这边 台湾政府收拾啊 他是面对第一线民众的压力 所以我很像加农市长跟我们卫县长一样 说站在第一线 但是空污大作战是地方跟中央政府是要合作的 我想邦政府他面对的就是民众第一线 民众第一线的健康的问题 最近这个费泄奶的上升比例的确实是太快 那所以我相信地方政府的压力很大 所以加农市长才会有这种大动作的 要去减量24% 费泄奶人数增加是哪些城市呢 我想 你所调查的 整个全国的城市几乎都有增加 都增加 尤其是在彰化跟台中 这几个城市增加的特别的快速 中部跟中南部这几个城市增加的特别快速 那跟过去的数据来比较 是增加的特别快 我想所以这些地方政府是非常多的 所以加农市长这么大 大力的要减24% 500万论是值得肯定的 像我们中华 我们把台法停起来 这也是我们委冠长 五十年来没人敢做 这就是地方政府面对的压力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匹率 要去做这里来 相对是我们中华七十吨而已 你五百吨 这更值得肯定的 所以我相信 地方政府应该支持地方政府 就是那种蓝美的检调 那你有感受到中央他们的确不同调 或者是 中央我相信 对我们中华来说 台法这个事件 环毛寺也一直在瞧 跟我们彰化县政府的步调好像不太 最近又做了所谓的宿宴的判决出来 又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 所以我在这里要欺瞒中央 一定要站在第一层 北武官的心情 去了解北武官有什么要这样做 第二层就说 中华政府要脱底去 了解台电整个结果 台电这个独立网口 几乎是很难 大家对它整个发电量 整个电网系统 整个消费系统 都不清楚 我想两个一项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果执行智慧智能的话 就可以减20%的电用 这一点人后面跟日本都做得很好 但是我看中华政府将来没有去提供这个事情 要怎么贴带智能 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对抗空污这个是全民运动 中华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定要配合 这绝对不分彼此 是来我们听听市场具体的做法或时间表 当高雄在做 我们早就在做10公里免费公车 所以我们的大众运输量倍增 就是在希望说减少这个汽机车 另外就是说 其实固定污染源有两种 一种来自于像台电这种大的工厂 另外是中小型的工厂的锅炉 根据庄秉杰教授的研究 其实台电中火的污染 是9% 这些中小型的锅炉是38% 台中市是全台湾第一个 已经做第三年了 我们补助这些工厂的锅炉 把它从重油变成天然气 你知道吗 只要一做锅炉改变燃料 它降低污染99% 比如说有个烏日啤酒厂 你可以想象吗 在陈世凯的选区 三座蓝重油的锅炉 它的这个排放的高度 是我们生活上面 就直接呼吸 比较低 日月24小时一直在补就对了 我的补助 一座锅炉最多到50万元 然后他也投资之后 三年就回本 你说更有效率 可是这个在台湾没有人在做 那另外就是说 像二行程机车 污染很大 那我们现在中央开始要限定 就是要退场的机制 可是台中市 我在这一个包括叶光鹏医师 他们的建议之下 我们提早让他退场 加码补助 你买不要把电动车 你连买自行车 我都可以补助 加码 另外台中市 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电动公车 也是全台湾第一名 一个最近 这个环保署补助我们 就是把稻杆 因为燃烧会产生空污 台中市现在稻杆收购 然后变成一个绿能发电 可以解决到台中市城的道杆 不用燃烧 还可以发电 供一万户 一年的使用 然后环保署看到之后 哇 在投资我们四亿 然后刚刚讲的绿色交通 现在就台中市的 我们的转程 交通部要补助五亿 就鼓励你搭送 比如说捷运 或铁路 或者是公车 然后你在转程的时候 这一段由政府来补助 我觉得这些政策 台中市 比如说全台湾最创新 所以环保联盟 连续两年 给台中市政府 在环保的努力上 六都跟全国第一名 比如说我们的作为 包括得到像庄炳杰教授 这样的一个穿业的人 其实事前医师也是一样 常常跟我赖 就是说哪一个东西 不只中火 连中龙 钢铁也要注意 除了PM2.5 还有重金属 那个更严重 代号心 我整天都在这些专家 做我的后盾 上百个 传统人士都在帮我们忙 那为什么这份民调 来我们看三例 在12月5号跟6号 连续两天 我们完成的 有效样本 1068份当中 那所说的一个民调 我们首先来看 满意度的部分 满意度达到了过半 56.1 OK 不满意27% 那没有回答 16.9 将近17% 接下来我们问到 就是刚刚看到 这两位有意角逐 刚市长感觉到说 跟昨天我们在录影时 这个士凯在讲说 这个空气污染 跟上演白蛇传 就是半斗跟改斗 现在我们共同一斗 真的不真的 刚刚市长说 这个选举化 政治化 问题是否会 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可是我们看到 在这个PK当中的民调里头 显示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 市长如果是跟这个 卢秀燕的部分 问的是 明年底台中市长选举 由这个林家龙分别 跟国民党江启臣 跟卢秀燕 我们是一对一分开问 第一个问题 在问到跟卢秀燕的部分 决定把票寻求连任的 林家龙市长47.7 卢秀燕25.3 我们看到落后的程度 大概是22.4左右 那继续跟江启臣PK的部分 江启臣是22.7 那林家龙市长是49% 接下来我们问到 就是在不满意度部分 这个民众的感受非常直接 好 我们看到执政三年来 请问您最不满意的是 哪一项政绩 我们看挑第一名 OK 39.1 空污 那其次是交通路不平 23.6 还有呢 我们看到 有这个旗楼路坝 10.4 违章工厂 5.4 都不满意 4.1 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4.3 很难说巨大 是3.1 空污还是第一名 所以怎么回事 你说你坐了半天 现在空污 来 杨老师 从目前的民调当中 来看出什么样的一个端源 其实他的名调很明显 很明显 因为如果按照友台的名调 我把它用四个数字给市长 你说友台 来讨教 就是友台有另外一台 我就不讲台了 曾经坐过台中市 林嘉隆跟卢秀燕 林嘉隆跟江启臣 OK 好 我全部把它拿了对照 OK OK 中间差了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 OK 两个月不到 很明显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比例 林嘉隆赢 卢秀燕25.5 47.7 林嘉隆赢将起成49.22 这是很明显的 你会发觉他差22% 是 那你会发觉 他大概这里差到27% 那跟这里 友台的差不多差到26% 就稳定的 其实从 因为不要从一家来看 从两家不同时间来看 他其实差格是有稳定的 大概多少领先 20%以上 到25% 所以这很明显 你如果来看 实在满意度 其实你会发觉 实在满意度的绝对数字 跟他获得支持度的数字 也相差有限 56% 对他不满意 27% 大概就是对手的支持度 大概相差有限 这也是一个趋势 你看上次得票率 上次林嘉隆市长得到57% 对手胡志强拿42% 你会发觉 其实跟这个 你现在的满意度 跟这个得票率 就都在一个范围内 就表示这两年的施政 基本上还维持原来的基本盘 可是如果你看 那个镜头上的那个 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出来 就是说你 比你原来得票56% 还要往上冲的 唯一障碍在那就是空屋 所以前面那一炮 刚才讲的那个空屋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现在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 市民会有这样子的印象 刚才你自己提到了 你不希望被关上 一个空屋市长的名号 是因为你都有目标 跟步骤在慢慢在做 一路在剪 不管烧煤啊等等都在剪 可是你一直没告诉大家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希望你四年做完 在明年年底在选举的时候 你可以跟市民说 我已经达到我的目标一 我八年之后 我可以达到我的目标 而我举台南 今年两个多月前 他开了一个会 他对于排碳量 因为这是全国的事情 希望排碳量在2020的时候 2020还在你 你的任内 假设2020要减少到 国家总目标 2005的12% 你台中做了到做不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提到中火 单一污染源就将近10% 14% 有的人算9% 9到14%多的时间 我就拿10%上下 单一污染源10% 你有没有给他一个目标 有没有给他一个目标 包括你认为交通占了最大量 有没有给一个目标 因为交通 交通跟空污加在一起 几乎是占了六成人 对你的期待 AQI值我现在看 大多数都还在50以下 就是所谓的满意的地步 可是就有南投啊 竹山这种地方 三不五十会跳到60左右 每个不管区域性的 不管总体指数排太量 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目标 说我的任内 第一任之内 我希望达到这样子的目的 简单到什么的 然后我第二任我要达到目的 然后这个目的如果达成 你至少对市民有个很好的交代 水定区你要一并提问是不是 我是不是可以先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 目标跟步骤 我在当立委的时候 当时就推动所谓的排放的总量管制 按照空污防治法 只有很严重到第三级 才能够总量管制 所以高雄是符合的 台中连管制都还不符合 在我的推动之下 因为当时空污防治法 有一个规定 就是环保署要汇同经济部 才能够决定总量管制 我就把它改成汇商 那现在的行政院 空污防治法的改革 就是按照我的版本 就是环保署 因为它是空污主管的机关 它进行就可以决定总量管制 所以现在台中市 现在除了花东之外 基本上台湾都可以列入三级管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有个目标 就是我上任的时候 我到我第一任结束 我有一个就是减量的目标跟做法 那我在上任的时候 台中市 我们一年的平均 的这个PM2.5的浓度 是每立方米27维克 就2014年 那我经过两年的努力 到去年底 已经降到22.8维克 那我就提出一个 关键8维克的反空物大作战 也就是在2020年之前 那么三年的时间 我要降到15维克 为什么 因为联合国建议15维克 是很健康的一个指标 那台中市在今年为止 平均降到20维克 这个都是环保署 都是一致的指标 那还剩下5维克 就是必须要中央地方 还有各种污染源都要一起管制 那我们的止暴日 台中市 如果你仔细注意 其实台中从10月份 没有任何一天止暴 我们一直比南部好 常常比腿不好 可是突然间到11月份恶化 那现在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印象 把台中好像空物变得恶化 其实台中的空物是在改善 而且在全国的平均 现在差不多是19点多维克 我们已经接近平均了 那关键的8维克 就从22.8维克 要降到15维克 7.8维克 这就是我的目标 那我怎么做呢 我自己主持空物 这个减量的小组 然后86项措施来 每一个政府的局处 单位要做什么 比如说金发局 要去管制这个夜市的油烟 那因此减量多少 稻草 这一个要降低 那因此减量多少 包括中火降低 交通 交通是你很重要的 移动污染源 所以我们的86量措施 是对应污染源的作为 然后它的一个成果会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是说喊一个总数 我们有具体的每一个措施 它的这个达到的减量效率 所以这是台湾 这是台东市 我当时主动在推动 所以包括深媒管制自治条例 都是因为这个样子 现在很多人拿深媒管制条例 来要求林佳龙说 他们都搞不清楚 这个自治条例是我提的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